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中美大师随身听节目 今天是我们的第17期节目 我大概几年前曾经到几个不同的学校 做过一个专题讲座 名字叫做听我来骗你 讲座内容是给大家去介绍一些 平常我们听上去是合理的常识 但事实上与现实生活是完全相反的 那么我可能会把这个内容 会种成一个新的系列叫伪科学 也就是我姓名中的这个伪 再加上科学是伪科学 今后会以文字的形式 将这个系列逐步在一路直北公众号发布出来 其实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一路直北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话题呢 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呢 正好就是一个违背大家常识的观点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媒体到底是不是中立客观的 昨天呢 我们朋友圈里爆出来一则新闻 说美国总统川普在与总裁们吃晚饭的期间呢 称中国的所有留学生几乎都是间谍 这一则消息呢 目前传遍了美国的大江南北 一堆在美国的中文公众号啦 垂胸顿足悲愤交加 华人的川粉呢 意识之间也不知所措 无所适从 但是这些媒体说话难道都是客观真实的吗 川普真的说了这个话吗 如果您对此很抱有天真的幻想的话 可以先去看看我们之前的几期节目 比如说第九期 标题是今天您传谣了没有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这一次看到的报道 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呢 老实说我们真的不知道 因为所有这些报道的最终来源呢 只有一家媒体叫做Politico 还有这家媒体的这个记者叫Annie Canning 那这家媒体是什么背景呢 这就是当年被川普禁止进入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的几家媒体之一 也就是说他从历史上来说就是一个反川普的媒体 但是在昨天发布这个新闻的时候呢 在当天现场那么多媒体和公司的CEO出席的情况下 只有这家媒体Politico发布出了这样的描述 英文是 At one point during the dinner Trump noted of an unnamed country that the attendee said was clearly China Almost every student that comes over to this country is spy 中文意思呢就是 就是某一国来的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间谍 这个某一国呢被后来这个入会者确认是中国 那么这样看来这个报道可信吗 我们个人认为是不可信的 或者至少并非原话 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川普到底有没有这样说过类似的话呢 那其实我们相信他是说过的 因为还有另一家更著名的媒体CNN 这家媒体其实也是一直高举反川大旗的 那么他有一则报道 相似程度非常高 那那原文是怎么说的呢 Trump expressed concern that some foreign student was acting as a foreign agent particularly from China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attendings 这个中文意思就是说 在美国的部分留学生 其实就是外国间谍 尤其是来自于中国的 那您要注意 这两句话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句的内容 其实啊 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否认这个的可能性 而且从中国角度 我个人也会相信 中国政府肯定会有这样的安排 但这句话的重点在于 它只是强调了部分学生 而且这个对当时的任何两个国家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合理的说法 但第一句的问题在哪呢 第一句问题直接定性为 几乎全部将所有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全部包括在内 那么这样两个媒体 CNN和Politico的两个报道呢 您更信哪一个呢 我们肯定是期待这个发源地 这个Politico呢 有更直接的证据来证明 他们说的这个是川普的原话 但在他们拿出这个证据之前呢 我们认为可能我会更相信CNN的表示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 就媒体到底是不是客观的 公平的 中立的 公正的呢 那么我们很遗憾的告诉大家 这个答案是必然的no 那接下来呢 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那首先从事实和结果上 其实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 我们周围的媒体并没有在客观公平公正的报道同一个事 刚才我说的这个关于川普这个原话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不管事实上川普是怎么说的 其中的一个媒体并没有如实报道 这个是一个事实对吧 因为他们两个说的话的性质呢 是完全不同 而且呢 就川普这么有争议的一个总统来说 美国媒体的两极分化呢 是非常的严重 明显的挺川派和反川派 最有趣的是什么呢 从2016年开始 直到现在2018年 反川的主力CNN 多次在直播中 当他发现采访者在发表挺川言论的时候 就硬生生的掐断了直播信号 这种事情发生次数多的呀 网上都能找到极井了 大家搜一下就知道了 CNN 那么有这么明显政治立场 而且不顾脸面 就能表现出来媒体 这算得上中立和客观吗 著名的台湾主持人吴中宪 在金钟奖的颁奖礼上 有一段发言非常精彩 其中他说了一句话 台湾的新闻只有一个 而新闻台却有十几个 每一台说的都不一样 这个也是说的台湾媒体的乱象问题 所以从现实上来说 媒体并不存在中立一说 媒体总是有站队的 而且这种站队 有时会很明显 有时呢 就会用很微妙的方式表达出来 微妙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就连一个形容词 都能立刻表现出记者的立场 也能立刻引导读者 对这个事物 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 这个就讲到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事情 就是新闻中到底要不要加形容词 这个呢 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事 据说啊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给学生呀 有一个硬性的规定 稿件中 如果有一个形容词 就扣一份 李西光曾多次介绍说 新华社就曾经有一个事啊 拒绝一切带形容词的稿件 当然我现在在这儿呢 并不是说支持我加和不加形容词的问题 我只是想告诉各位听友 当你在新闻中看到形容词 或者副词的时候呢 你就已经被记者的主观感受牵着笔着走了 比如说这一篇报道 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 听众鼓掌二十次 有五次掌声打三分钟之久 演讲一结束 他就被听众包围 要求千名合影的听众排起了约一百多米的长队 这一小段话 你听完了 可以明显感觉到是在对演讲者的饱奖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就是因为记者在这些小的细节上不断的在给你暗示 比如说五次掌声打三分钟之久 这个形容词久 以及这个表示多的动词答 如果换一种说法 有五次掌声 掌声持续三分钟 这样一下你就觉得没有什么滋味了 对不对 OK 同样 如果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演讲一结束 换成演讲结束后 或者把他就被听众包围 换成听众环绕在他身边 或者把排起一百米长队 换成排起约一百米的队 那这样就完全不同的效果产生出来 形容词和副词容易把人带进沟里 那其他词会不会也有类似的作用呢 答案是确定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动词的选择 因为在中文里啊 动词也是带有一些背景和暗示的 比如说NBA的火箭队刚输了球 影片采访报道说 哈登点出火箭输球原因 那这里面写的这个点出原因 这一句话一出 我们就会认为 他说的这个原因啊 就是真实的输球原因了 再比如说薛明道出女排输球四大原因 道出原因也是有相似的效果 那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 是不是就不会有这种效果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是 哈登认为输球的原因是 那这就很明确的说明了 这是他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事实就是如此 所以啊 综上所述 其实我们一直在被这些文字所操纵着 好了 上面我说的呢 是新闻和媒体本身并不是客观的 这个是一个事实 我给他定性了 那么也许会有听众问我 说我现在正在做这个中美大事随身听 难道也是主观的吗 那有偏见吗 那我的回答是 那是当然的了 我从来不回避媒体是主观的这个事实 而且啊 我前几年在办报纸的时候 曾经啊 在我的报纸的头版头条下方注明 本版头条文章代表本报观点 大家都是成年人 何必撒谎呢 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 媒体并不客观 那么原因何在呢 为什么媒体不能客观和公正呢 那如何能做到让媒体客观和公正呢 我总是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们先找到它的这个根本问题 然后再来想怎么解决它 那么我认为啊 媒体不能保持中立的原因 有主观上的 有客观上的 主观上 比如说我就是讨厌某一个人 所以我就不想让他好 而且我要尽自己的能力 去让所有人都讨厌他 那这是一个主观原因 可以理解啊 还有一个可以列为主观原因的是 因为美国的媒体啊 都是私人企业 那私企就有自己的利益关系 因为利益关系 而让自己的媒体有倾向性 这是非常正常的 可以理解 并不能说你不让我好好赚钱 我又不能不根据事实而说你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美国的媒体对中国的报道 一向是以负面为主 当然并不一定是利益关系 也许是成见 其实我们周围的大部分美国人 对于他身边的华人还是比较友好的 只是因为美国的媒体报道呢 一直在给他们洗脑 曾经有一次我去墨西哥出差 开车回来过边境的时候呢 边境的签证官得知我是做媒体的 就问我 中国是不是禁止宗教啊 就这类似的这些很荒唐的问题 你说连一个美国的公务员问的 都是这样与事实完全违背的问题 可想而知 美国媒体一直在给美国人灌输什么样的思想 OK 我们现在讲的是主观的原因 还有一个客观原因 这个可能真的是绕不过去 那是什么呢 就是一件事 当通过你转述之后 你转述的这个内容呢 就已经不是完整的事实了 那这句话我再说一遍哈 一件事 当通过你转述之后 你转述的内容呢 就已经不能反映完整的事实真相了 这个其实应该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一件事的全貌 你首先只能看到一部分 而你转述的文字也好 图片也好 又只是你能看到的那一部分的一小部分 而最终观众或者读者听众 能最终完全理解的 又是这一小部分中的一小部分 所以最终人们只能像盲人摸像一样 摸到真实事件的一个小小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了解的比真相差得很远吧 哪一场足球比赛来说 这场比赛非常精彩 对公场面啊 精彩赦闪啊 很多 但记者描述起来呢 不可能写下每个精彩瞬间的所有画面 所以呢 不管怎么写 最终都是要突出最终的比分和技术统计 但是呢 有很多目前的技术统计 无法告诉你的东西 只能在比赛中看到 所以那些球探必须要到现场去看球 来考察球员 而不能只是看看录像 甚至只是看看比赛统计 就知道哪个球员好 哪个球员不好了 比如说哈 巴塞罗那的梅西 一个人吭吃吭吃 把球带了半天 把对方一堆后卫都吸引到自己身边 然后把球传给他队友阿尔巴 阿尔巴左路传中 中路的苏亚雷斯 单刀面对文将 球进了 最终 梅西在数据统计表里面呢 什么都没有留下 但所有看过这场球的人 都会清楚 梅西就是最牛的那一个 那才是事情的真相 所以说 媒体的客观是相对的 主观是绝对的 我们再也不需要去刻意去追求一个百分之百客观的报道 因为那是不存在的 但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所有从事新闻行业 以及新闻教育领域的人们对客观报道的追求 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我们永远希望看到更多事情的真相 而尽量减少对一个事件或个人的有意或无意的歪曲报道 好的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维青 欢迎您关注我们YouTube频道 Protect USA and China 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一路直北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